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,这里是养之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,在人们的饮食习惯当中,煲汤算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,各种层出不穷的汤品和煲汤的手法,以及民间的一些喝汤对身体益处很大的说法,让人们觉得吃饭的时候来一碗汤,是对我们的身体大有益处的一件事。 作为进补的佳品,各类汤品成了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,挤鸭鹅牛羊肉搭配各种名贵药材包成的滋补养生汤,不仅味道,一绝,还暖心暖胃,但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煲汤,乱用药材可能会煲出孟婆汤。 43岁王女士晚饭后突发脑梗,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,医生经过检查发现,凶手其实就是一碗汤。 今天,就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关于煲汤的误区跟大家聊一聊。 如果你也爱喝汤,一定要看完。 一、药食同源,却不是所有药材都能煲汤。 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将365种中药材分为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 上品是当时认为没有毒性,可以多服久服的,比如红枣、人参、一人等。 中品有小毒,经炮制可食用,比如和手污、麻黄、勺药、下品有毒,非治并不用,比如父子、乌头、半夏。 很多情况下家庭煲汤对于药材的种类、用量等的把控,全靠煲汤人的经验。 如果不掌握这些中药的特点,盲目食用药煲汤,有可能适得其反。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,家庭煲汤要避开这些大坑。 一、不可盲目进补。 例如,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喜欢用人餐来补气健体,特别是在身体虚亏的情况下。 但是中医认为,隐需体质的人群如果盲目用人餐进补反而会消耗阴金,使症状加重。 二、不可以自己随意搭配药材煲汤,部分人只是依靠中药材的功效做简单的搭配,却没有深刻理解药食同源背后药物配舞的道理。 中药有性味之分,药食同源的药物都有寒热温良四种特性,是对立的。 如果不懂得药物的配舞,寒温乱用,不仅不会见效,还容易适得其反。 三、不可私自采集草药煲汤。 正规的药材都需要经过特殊的炮制方法炮制,不仅可以把毒副作用去掉,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这一味药材的药性。 不懂得这些炮制方法或者对药材的作用没有准确的认识,就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。 四、不可长期食用。 老祖宗一早就交代了,是要三分毒。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,中药也并非完全无毒副作用。 临床上,曾经出现过一些缺乏专业指导,而长期把中药材当食材吃而导致器官衰竭的病人。 所以药材煲汤要谨慎,切不可天天喝。 大家也不必因烟废食,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,使用中药煲汤还是可以充分发挥其强身健体的保健作用。 在炖肉汤的时候,表面产生一层浮沫,这些浮沫看上去脏脏的,很影响食欲,而且撇也撇不干净,是因为买的肉不行吗? 二、煲汤浮沫多还兴,是肉不好吗? 出现这种问题多半是煲汤之前肉没焯水。 其实,这些肉类食物通常在煮沸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浮沫。 这些浮沫大部分是由肉中残留的血液、渣子及高温条件下蛋白质变性产生的。 这种浮沫有明显的腥味,而且很影响外观以及口感。 一般动物性原料如牛肉、羊肉以及所有家畜的内脏,都应当采用冷水锅焯水之后再炖煮。 也就是将原料和冷水同时下锅,这样才可避免其表面的蛋白质因过早受热而凝固,从而导致其内部的血污和星山异味无法充分排出。 有些人喜欢在煮汤时加很多调料,认为调料越多越提味。 事实真的如此吗? 三,煮汤可以多放调料提味吗? 事实上,调料太多太杂可能会使汤串味儿,影响汤原有的鲜味,并且也会影响肉本来的口感。 一般来说,一种肉配合二到四种调料就比较完美,而且不同肉煲汤用的调味料是不同的,不同风味的汤的调味料也不同。 如果做饭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话建议跟着食谱来。 早放盐能增加汤的口感。 说到盐,作为调味品之王,是煲汤必不可少的调料之一。 有些人会认为早点加盐可以让盐完全融入食材和汤中,增加汤的口感。 其实盐溶解的速度很快,晚点放也能完全溶解在汤里,只是可能不能渗透进肉里。 盐如果放得太早,可能会导致肉中的蛋白质凝固而不易溶解,使汤色发暗,浓度不够。 盐放的碗不但不会影响汤的味道,反而还能使肉质保持鲜嫩。 美味的汤是冬日里暖暖的小幸福,尤其是在没有暖气的南方。 一碗暖汤和一身正气是抵御严寒的黄金搭档。 调查指出,两成台湾居民有高血糖或高血脂,海鲜,老火汤里寒的高票令造成六成人尿酸过高。 喝汤确实有很多好处,但是以下几种人群一定要注意。 四、对于这几类人,喝汤更要格外小心。 一、有痛风病史的人群,票令属于水溶性物质,在肉类、海鲜等食物中含量较高。 炖煮肉汤时,很容易溶解到汤中。 票令在人体内转化成尿酸,引起高尿酸血症。 长期的高尿酸血症会引起关节肿痛,变形。 痛风就是这样发生的,严重者可能发展为肾脏损害,功能衰竭。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,票令是头号天敌,老火晾汤最好静而远之。 多数痛风患者半有体脂肪过高的问题。 喝油汤,浓白汤会摄入过多脂肪,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,可以选择不放肉的蔬菜汤或淡花汤。 二、高血压人群,摄入过多的盐容易引发高血压。 对于高血压人群,控盐是首要目标。 汤的口味若调制与菜差不多咸度的时候,一碗300毫升的汤需要放大约两克的盐。 而且排骨、鸡肉等动物食材,本来含那就比较高,此时再加盐等于雪上加霜。 如果还是想喝汤,那就不要放盐。 在鲍鱼汤的时候,部分人喜欢先煎鱼再放入锅中熬煮,这样不仅会增加脂肪含量,而且会抵消吃鱼对心脑血管的影响。 除高血压患者外,中风、关心病等患者也要谨慎煲汤喝汤。 开头案件中,王阿姨一直都有高血压、关心病、防颤等基础疾病,所以她在喝了一碗排骨藕汤后,由于排骨藕汤里面的动物脂肪含量较高,莲藕本身就淀粉含量高,所以引发心脑血管疾病,最终引发心肌梗塞。 三,糖尿病人群,糖尿病患者喝汤药注意清淡少油少盐少糖,不喝浓汤。 勾芡会增加汤的浓稠感,使口感更好,但是这会造成血糖紊乱。 因此,糖尿病患者最好不要喝勾过芡的汤。 如果汤中有土豆、山药等淀粉类食物,则要相应减少吃主食的量。 四,肥胖和高血脂人群,老火汤一般都需要煲两个小时左右,长时间的熬煮会使脂肪乳化溶解在汤中,此时汤中饱和脂肪含量较高。 肥胖及高血脂患者在喝汤值有一个结果,上标和血脂高。 如果特别想喝,应该先去除浮油。 最好还是选择清淡的蔬菜汤,其中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,而且热量低。 俗话说,药补不如食补,食补不如汤补。 闷热的夏天不仅让人容易上火,还严重影响食欲,消耗大量的体力,容易让人感到疲倦乏力。 这时,补充一些消暑清热的养生汤品,有助于补充人体水分和营养,恢复满满活力。 但是以上这些要点一定都要注意哦。